市長答詢 我們請市長 委員好 市長好 剛剛有位新聞局長質詢過新聞局長 我算第二位 新聞局的國際宣傳的業務並入外交部 那你來自新聞局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業務能夠做得更好 那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在國際宣傳上 以前我們新聞局 當然會有一些名稱的問題 那如果單獨出現 就是用China這個字來代表台灣 你覺得適不適當 China當然不代表台灣 但是在歷史上我們不能否認 在這個歷史15、16、17、18世紀的時候 還沒有中華民國 這個是事實 那時候也不叫China 那個時候是清朝 但是大家國際上就是稱China 那我要問的就是說 如果可以用台灣 我們會盡量把台灣行銷出去 如果可以用ROC當然是優先選項 如果不行ROC掛號台灣 如果再不行台灣 這個都是我們的選項 好那如果用Made in China 你覺得適不適當 應該我們的東西是Made in Taiwan 好那外交部適不適合去用Made in China 的產品來代表台灣 但是我看委員要怎麼界定這個Made in China 因為很多Made in China 是我們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公司生產的 所以我覺得在以我們政府來講 我們不會用China做我們的代理我們的名稱 但是你講的日用品的話 這個部分我覺得也要考量到我們台上的立場這樣子 那如果外交部的宣傳品 或者是我們政府部門的宣傳品 裡面就出現Made in China 你覺得適不適合 我不知道委員講的是哪一項 基本上我想應該我們不會優先 我們應該是比較不歡迎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這個帽子你不然有沒有看過 沒有 我們有沒有外交部的同仁看過這個帽子 這個叫做台灣 The Heart of Asia 這個應該是觀光局的吧 這個是觀光局的產品 我們的國際 我們現在是叫做國際傳播師嘛 今天有來嗎 有有有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陳市長 這個我們外交有沒有在用 是這個我不太清楚 因為這好像是新的 新的logo叫The Heart of Asia 這是最近觀光局新的logo 好以前是台灣Touchure Heart 那在外館啊 我們有沒有在發送這個帽子 你知不知道 我們不太清楚 因為這是觀光局的那個帽子 我們不是 外館的話 在我們的駐外的代表處或辦事處啦 給外賓 包括聲勢一些國會議員 喔 就是用這個帽子 那這個帽子其實設計的滿不錯的啦 我個人是滿喜歡 這個是我去交通部觀光局要的啦 因為我想查看看裡面的那個品牌啊 就被剪掉了 被剪掉 所以這個不知道是哪裡做的 這個是我在台灣拿的 但是我要跟 啊 市長喔 來講的就是啊 這一款喔 另外的顏色藍色啊 就是一樣嘛 都是這個造型啊 就台灣啊 然後 Heart of Asia 基本上是 同樣的logo啦 那 那這個 在海外的裡面就有一個標籤啊 是產地啦 這個可能遠一點喔 那寫了一個KC 然後下面就是Made in China 這個是我們在 美國啊 我們的代表處 辦事處啊 對外有用 所以就有外賓啊 還有一些我們的僑胞拿到之後啊 有跟我反應 覺得這個不太妥當 那是不是我們次長 啊 這樣子你覺得我們送給外賓的是用 前面是 台灣喔 The Heart of Asia 但是裡面卻用Made in China 我並不曉得委員講的這個 Specific的這個產品啊 不過剛剛委員講到這個帽子啊 我就 有一點想要跟委員報告 萬一這個是我們的帽子大王 我們台灣的工廠做的 我們也不好跟他講說 我們都不要用啦 那我想重點還是 這個只說是免費送我們的 我不曉得 我不清楚 我剛剛就跟委員講 我有直接的證據來自於我們外管 是 那 就是 在美東 美東 是 我想這個委員如果可以提供給我們 我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為 是不是這應該盡量來避免啦 就是說 就算真的是有這種情況 在國內的至少 交通部觀光局 他還知道說我去跟他拿他把他剪掉 真的找不到裡面的那個製造商啊 可是在我們國外 這前面看台灣後面 後面裡面就看到 Made in China 委員講的也是帽子嗎 還是 帽子 也是帽子 對啊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這個啊 這就是 當然稍微模糊一點啦 不過 我看不太到 對不起 我待會可以給你看詳細一點 是 好 我們會去了解一下 然後我們會請他們盡量檢討 好 就是 國家形象啦 因為 這個宣傳料 我們說共得走去望阿婆的 最後 也沒有宣傳到台灣 是 確實不太妥當 好 那麼 其實我比較關心的是 呃 幾個比較 大的這個議題啦 那 就是 當然在你的報告書裡面有提到就是 就是 要希望能夠盡速來參加這個 國際民航組織還有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 是 剛剛也有人問過啦 因為這個也是最近 不管是美國齁 亞太租金 那個 Kirk Campbell 或者是包括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啊 Romney啊 我們 我們都跟他的這個政策的負責人談 其實都認為這個機會是很大 好 那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也是放在我們外交部的努力目標 放了非常久 好 就這一點來講喔 有沒有比較具體的 齁 這個時程啊 或者說努力的目標 讓我們是看得到說 齁這個在馬總統在推動所謂活絡外交啊 我們還真的是看到有新增加一些國際組織啊 真的是有意義啦 比較重要的國際組織 報告委員您講的沒有錯 這個是我們的努力目標啦齁 也已經持續努力了一段時間啦 不過委員您擔任新聞局局長一定很清楚嘛 我們的國際處境比較困難 很多在別的國家看起來很簡單的事情 我們就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夠達成我們的目標 那您剛剛也提到這兩個國際組織的參與 我們事實上已經有一些進展 就是您剛剛提到 美國不管參院中院還有一些官員都已經公開表達支持 這對我們來講 國際的支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在外交部努力的這個方向裡面 有一大塊就是要爭取國際的支持 畢竟很多國際組織都是靠會員或者是理事 那他們的一票一票要投出來 所以我們的國際支持是絕對要有 就像當初我們要推動WHO WHA 也是經過很長時間的努力讓國際來認同 我想這一點委員已經提到 確實有一些進展 當然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實際的參與 就是真正能夠參與的那一刻 對我們來講才是真的說達正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已經成立了工作小組 很積極的再朝這個方向來推動 那在沒有做成之前 當然我們是希望越快越好 可是我們也不敢跟委員講說 我們就是有一個確定的時程 這個回答是太過 有一點 真巴勒 不會啦 我以為您很清楚外交嘛 這是確實的情況 中共反不反對我們參加這兩個組織 尤其是AKEO這個組織 我沒有負責處理兩岸這個組織 所以我沒有辦法來回答這個問題 國際組織一定涉及到兩岸嘛 你不能這樣 但是我們的努力是各方共同努力 我們參與國際組織 不是只是靠一方的善意 我們國際的支持可能更重要 那但是如果說兩岸和緩能夠營造一個比較和緩的環境 有利於我們參與 那這個當然是 這個有利於是官方宣傳 到目前為止我們真的沒有看到比較重大的突破 我只說這些真的是國際性的組織上面嘛 所以我才會問你說有沒有 就是說你比如說這個要簽FTA 像台信你們是說努力在年底嘛 我們盡量努力啦 不是外交部包括經濟部都這樣講啊 年底下離現在不到不到三個月啊 我想當他們可以對外來公佈的時候一定會馬上公佈啦 這個一定是已經進展到一個具體的 有一個具體的成果之後才能夠對外來說明嘛 或者你能不能講一下就是說 近期內最有可能或認為說 最應該集中來突破的是哪哪一兩個國際組織啊 就是剛剛委員提到這兩個國際組織啊 然後這個也遙遙無期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也不會說遙遙無期啦 因為很多時候水到渠成了 您也很難講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太過去強調我們這個工作的內容的話 有的時候也會造成一些比較不必要的困擾 所以您也曉得有些外交工作會鴨子滑水默默的做啦 但是您剛剛講到國際的支持這個就成果也都是看得見 我想問一下台新如果簽FTA 對我們的對外貿易的戰的比例增加會是多少 具體而言它們是有一些模型去計算啦 因為這個經濟的規模並不是那麼大 可以坦白講就是說真正以模型來推算 而不是以實際成效來看的話 這個成長的比例大概不是那麼高 但是呢對於這個戰略的意義來講 是有不同的效果 就是说我们如果洽签成功 不管是纽西兰或者是新加坡 大概都可以达成一些 示范性的带头的效果 这个意义还有向国际社会去展现 尤其欧盟现在很注意在看 就是说台湾是不是真的 要朝自由开放的这个方向来进行 那这个具有示范的效果 这个可能比 单一国家之间的FTA的实质经贸效果 还要更重要 那是多少 我没有这个数据 这个可能要 据我的了解是不是数字很大 不是多大 确实的数字 我不是那么清楚 你都住过新加坡当代表 你是说这个签署之后 所以这个是我们台经院 台经院的这个估算大概 我看是一个percent以内 这样子 对啦虽不中意 但是新方的这个估算 跟我们的估算也未必见得完全一样 是因为有不同的模型去计算出来的 那纽西兰呢 纽西兰我也没有负责纽西兰的业务 这个委员我设好 FTA当然涉及到我们国际关系 国际组织 对但是这个是蛮双边的 这个是属于蛮双边 并不是国际 有没有人知道纽西兰 如果签了之后的好处是多少 简单 剩下半分钟 报员那个台纽ECA的部分 确实的数据现在我没有掌握 但是我看过上一次 就是有关于共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两方面所取得利益是稍微有所不同 我们大概是在5%左右 纽西兰比较多 最主要是说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别性产业 比方是说我们在工业产品部分 我们有比较优势 纽西兰在农牧产品部分有比较优势 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两蒙其利的部分 我跟你讲 我的资料是2% 所以这两个如果都努力到大概就是3% 但是当然有它外交战略上的意义 不过我们希望说 马智普已经执政这么久 也让我们在第二任 至少在近期内能够看到能够签成一个 我们才能够带动第二个第三个 因为那也会有连锁反应 绝对是我们努力的目标